王一博贝斯天猫超品日发布会官宣为品牌全球代言人 北京时间8月28日 以年轻竟要实用而美味主题的Basis 贝斯全场景数码生活秋季发布会 在深圳天安云谷科技艺术展览馆圆南举行 在发布会落下帷幕的同时 属于贝斯的双十一 八板二十八天猫超级品牌日也在线上同步开启 Basis贝斯以技术创新为支点全面发力 围绕办公、娱乐、出行三大生活场景 重办发布了Digital刚淡化加数字电源智能桌面 快充充电器3C加A加DC240W 超响系列13和EHUB扩展物 被M3半入耳式TWS中无线蓝牙降载耳机 BladeR数字数显快充移动电源智能板 星云系列充电桩 星程系列充电枪等多个系列旗舰新品 同时 Basis贝斯创始人和室友来到现场分享品牌战略 同时正式官宣王一博成为贝斯品牌全球代言人 点燃现场热烈气氛 王一博作为实力偶像 影域突破自我 全面发展 有着青年演员 歌手 舞者 赛车手 滑板滑手等多期身份 他跟贝斯有着相同的生活态度与对热爱的坚持 相信本次与贝斯携手 必定能积蓄能量 用加倍热爱 与贝斯一起探索未来 BladeR数字 贝斯始终专注移动数码与智能配件领域 发展多年以获得令人瞩目的行业领先地位 而随着应户在新趋势下出现的消费转变 Bassys贝斯也在拥抱年轻人的需求变化 此次发布会 Bassys贝斯已办公 娱乐 出行三大场景内核心进行延展与探索 秉持着Bass on User的初心 推出了多款实用而美的产品 为年轻人构建全场景数码生活 提供了强大助力 从消费者洞察到产品开发和服务体系 我们多年来不断打磨流程 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善 快速迭代的产品研发未进 更好的站在用户的角度 思考用户需要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协助解决 正是基于这种对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洞察 Bass on Space在研发创新产品时 始终坚持贯彻实用而美的产品里面 Bass on Space认为 产品的好不仅体现在能满足年轻人需求 解决具体使用场景下的问题 更在于是否能给用户带来的情绪价值 与深度体验感 年轻用户对于美学认知和品位在不断提升 他鞭策着Bass on Space对工业设计探索更高的标准 同时寻求多元化的美学呈现方式 实用而美的设计里面由此而来 在特定身份 特定场景和特定用途中 Bass on Space产品不断帮助年轻用户 解决实际问题 优化使用体验 让用户产生获得感 满足感 通过这些最终和品牌产生情绪连接 价值连续和认知连接 Bass on Space坚持从用户 最真实的每一平方米使用场景出发 深度面接应户的核心需求 再以信用化的产品组合呈现 全方位解决应户在不同场景下的痛点 基于此 Bass on Space在发布会 现场设置了三大场景体验区 以场景化设计 沉浸式体验的方式 为冰冷的数码科技产品赋予更多温度 供现场观众零距离体验 感受Bass on Space的实用美学 并由Bass on Space产品经理代表罗硕 正式发布了三大场景系列产品 在办公场景下 Bass on Space思考的是 如何打通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壁垒 让他们高效协同 这个场景的重点 是创作与协同 对于身处场景内的用户与设备来说 关键就是要做到灵感不断电 连接更高效 这是一款搭载了数字电源技术的桌面充电站 通过内置Bass on Space BDRP数字电路技术 智能APP控制 让充电器能对硬电过程主动进行实时监测 实现安全可视化 在发生故障前 及时断开阻线路 保护设备防止意外发生 更高效 更安全 其次 Bass on Space带来 超响系列13合1HUB扩展物 它集一13个全能扩展 进口于一升 可以实现高达8KR30赫兹的超轻投屏 向下兼容4KR120HZ 4KR60赫兹单位 投屏画质更鲜活 视效更震撼 被斯天猫超品日发布会观宣王一博 为品牌全球代言人 大众熟知的娱乐场景 通常是休闲放松 健身运动 玩游戏 外出聚会等 重度场景则以影音与游戏为代表 这些从感官体验出发 进入到内心愉悦的娱乐方式 在用户的精神体验中尤为重要 从用户角度来看 Bass on Space在娱乐场景的产品布局 就以Bass on Space音频系列为主 此次推出的BerryM3真无线降噪耳机位置 它采用极致跑道圆形耳机杆 将纯净原论的自然美感 与精致细密的人在之美巧妙结合 充电仓全开放设计 并于拿取 搭配细密的珠光点缀 创造出流光溢彩的视觉体验 仅从外观里 竟能俘获一大波 颜值至上的用户 同时亮相的Bass on HLG10双摩针无线耳机 实现了全运路25毫秒的延迟 更适合游戏玩家 身处旅行、出差、通勤等出行场景下 电量交易是用户时常运营的痛点 在这个场景下 Bass on Space思考的是 什么样的充电产品 能够更大程度的满足用户需求 让它能够以更少的时间与空间资源 在户外帮助用户解决更多问题 Bass on Space Blade 2速显 快充移动电源智能板12000米265瓦 和市面上大部分的产品都不同 它以薄味设计语言 几乎仅有一厘米的厚度 扁平化的设计 再次突破行业极限 Bass on Space能量 多余淡化加移动电源适配器 既是自带线的移动电源 也是自带线的充电器 真正做到 出门 待它一个就够 Bass on Space思思吸 运营自带线 无限快充移动电源 强大吸力一吸集充 无负担时使用磁吸 紧急补充时使用有限 同时利用磁吸进一步稳固握持 磁吸加快充 让任务不做选择全都要 随着新能源汽车正在走向大众化 Bass on Space也正在积极拓展新能源 车在周边产品领域 发布会上Bass on Space 介绍了新能系列交流充电桩 行业首创的 江淡化加亨科技 引入家用充电桩 性能大幅提升的同时 为车主提供更低待机功效 更少热损耗的环保加充方案 与此同时还带来新程系列充电枪 专为特斯拉车主开辟的全新车载硬品 T Space系列 用户已经可以从Bass on Space T Space车载扩展卧上享受到 原品品质的扩展快充体验 Yota Alerta系列数字户外电源 则主打户外出行轻快应电 Bass on Space车品力求 考虑到不同用户的深层次需求 实现舒适 智慧出行 整场发布会精彩分成 Bass on Space新品 凭借丰富品类以及出彩性能 引发现场来宾称赞 这场全场景数码盛会最终在 Bass on Space品牌视频的演义中完美收尾 当下智能产品已成为陪伴年轻人 享受数字生活的高效助手 如何给年轻人带来更趣味的数字生活 用产品打通场景 构建全场景数码生活 成为了数码科技品牌的新命题 此次新品发布会对于年轻消费者来说 有着革新性意义 凭借实用而美设计里面 研发的三大场景新品 以细绿化家族式呈现 未用会在多种场景下提供高效 便捷 融合的数码新体验 小小空间也可以链接大世界 Bass on Space让年轻 就让实用而美的品牌里面 零距离触达年轻消费者 同时也让更多消费者通过Bass on Space的产品 乐想全场景智能生活 同时Bass on Space全场景数码生活秋季发布会上 发布的多款新品以及集结众多爆款的Bass on Space 实用而美BOX里和均已在天猫旗舰店上线或开启预购 未来Bass on Space将会不断拓宽赛道 继续向全场景数码的方向迭代创新 给用户带来成近式 个性化的智能体验 满足用户全场景数码生活需求 给用户全场景数码的方向迭代创新